你好 我是美珍 新冠肺炎还没消退 全球却掀起猴斗疫情 如今至少有78个国家和地区通报出现猴斗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因此宣布 将猴斗疫情类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同时有专家劝告 1980年后出生的人士必须要格外警惕猴斗疫情 猴斗疫情继续在全球扩散 如今有超过2万1千宗确诊病例 在大多数情况下 猴斗的症状会在几星期内自行消失 但对某些人这些症状可能导致并发症甚至死亡 与此同时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说 猴斗病毒的病死率大约介于4%到10% 但过去接种过天花疫苗的人将不亦受到感染 无论如何他提醒1980年后出生的人 需要额外警惕猴斗病毒 原因是这些人士并没有接种过天花疫苗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国家免疫计划死于英子明时期 1950年代 当时规定施打的便是天花疫苗 但随1980年被扑灭 天花疫苗就被提出了 猴斗病毒迅速传播后 受影响的欧美国家正通过猴斗疫苗接种 试图控制疫情的蔓延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强调 目前依然缺乏猴斗疫苗有效性的数据 另外我国至今还没有出现猴斗病例 但随着亚洲多国相继沦陷 加上边境开放 官方要如何加强监控也备受挑战 谢谢收看 我是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